哈喽,大家好,现在是午餐时间 我们来看看这个Paylar Tancid Paylar Tancid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就继续飙 上涨了大概是4点多巴 呃,4点多巴呢,就是突破了这个52周的这个高点 已经突破了 这样它突破了之后呢,老实讲 它的下一个阻力呢,很明显的就是0.76 也就是这一条 这个,我上去了 呃,这边呢,是有 蛮大的套牢盘,但是我不觉得这个套牢盘是 这些套牢盘已经是在2021年前的啊 一年前的这个2021年的时候的这个套牢盘来的 呀,现在就看这些朋友呢,会不会去解套 呀,如果他们会解套的话,它就比较难重上去 呀,嗯 so,这个是52周新高,这样恭喜有马路的朋友 呃,我们就继续观察,看一下它这个 它的这个quadry report应该也是这一两天就要出了啦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它,它这个业绩呢怎么样 如果是非常好的话呢,这样就有机会继续往上重 到7点0.76了 ok,这个就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